李小璐带定法文,支持公益,网友表示,佩服佩服,12月4日晚上11点左右,接近一个月,要无言谢的李小璐的微博,终于有了动作,希望孩子早日回家,大家帮忙转发扩散一下。 谢谢了,随即并转发了新京报的一条微博,请大家帮忙寻找温州,已经失踪五天的11岁男孩。 很多关心李小璐的粉丝们,也是得到了些许安慰,并纷纷称赞李小璐,是个善良的好姑娘,转发公益的同时,也表示很惊讶,漫天的流言飞语直向你李小璐,你却能如此直淡定,真是让人佩服,不愧是经历了大风大浪的女人,有魄力。 别闹了,你以为李小璐是吃醋的吗? 李小璐,爷爷是八一电影场的资深导演,父母也是圈内的人。 在家人的薰陶下,李小璐三岁就开始随拍戏,五岁就与著名的老艺术家朱石茂一起合作,不到十岁的时候,就拍了十几部作品。 十五岁时候,就能参与当时的镜片天宇的拍摄,当时拍完还不能在中国上映,但是也就因为这部镜片,叫李小璐十六岁的时候就拿到了第三十五届金马以后,也是历史上金马奖像年纪最小的以后,家庭背景更不用我说了吧。 网川李小璐十八岁在美国开超市,实际并没有,但是其母亲是某大型连锁超市,那总裁应该是真的吧,而他应该是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,经济实力也是非常强的。 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想问一句,放眼娱乐圈,有几个像李小璐这样的呢? 叶苏门后,李小璐低调做慈善。 自从叶苏门之后,李小璐就开始慢慢的弹出了娱乐圈,开始的时候,李小璐还会发个文为自己编辑或者澄清一下,到后来干脆就不理会这件事了,就连吃瓜的群众们也逐渐忘记了这件事。 谁知今有不测风云,半路杀出个叫李宇童的前女友来,蹭热度你就蹭呗,不要拉个垫呗的。 再一次将李小璐推上个大头条热搜,真是一池积几千层了,大家开始把李小璐最近都在干什么,才发现,李小璐一直以来都在从事着慈善和公益事业。 这两个行为是有区别的,娱乐圈很多人都在做慈善,但是没有太多人做公益的,慈善的大概意思就是前到位,人不一定到,而公益大多数都是人到位,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行为,而很早之前李小璐就因为帮助别人还被骗过一次,影响很不好。 最近又看见他转发公益慈善的内容,好奇的查了一下,李小璐做慈善公益,已经六至七年了,此刻给店长声送上吧。 李小璐做慈善公益,网友们众说分约,很多网友表示,李小璐是个善良的人,即便私生活存在一些问题,但由于其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,应该被原谅。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认为,作为一个公众人物,如果犯错靠做一些慈善公益活动就能得到原谅的话,那岂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无所顾忌了。 也有网友表示,娱乐圈就像东北的酸菜缸,明星们就像是鹿缸的白菜,有的又小又鲜,有的又老又丑,研制一段时间之后,味道都差不多了。 对于李小璐做慈善公益的事情,大家怎么看? 关注我,让您掌握第一手资讯。 您的关注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 感谢观看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